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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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thalie 我知道你小時候 已經開始關注氣候變化 是否受到甚麼影響 是呀 我小學時 參加了關於氣候變化的專題演習比賽 還拿到冠軍 所以激發了在這方面的興趣 哦 我也懂少少教育心理學 你這種經驗就叫正強化 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應該挺重要的 原來氣候變化都有類似的現象 毛哥 你是否指反貴作用 是呀 氣候系統有五個主要成分 大氣層當然最重要 其中包括海洋 地表 生物圈和冰凍圈 它們橫橫緊扣 如果某一個組成分發生變化的話 它們會影響其他組成分激發起其他變化 有趣的地方 這些刺身的變化會回頭 影響原來的變化 是啊 海冰溶化就是一個例子 白酥酥的冰 原本可以反射70-80%的太陽光 但是因為全球暖化 冰雪溶化 導致下面的海水暴露出來 它們吸熱比冰吸得更加快 結果就進一步加劇地球的暖化 這個現象就叫做正反貴 嗯 還有 當我們的氣溫上升的時候 空氣裡面的水氣是會增加的 記住 水氣有一個很強的溫室氣體 全球暖化的速度自然加劇了 我比較擔心的是 北極圈泥土下面那層永久凍土 所埋藏的溫室氣體甲丸和其他有機碳 它們的碳總量 比現在空氣裡面的總量還要多 隨著氣溫的上升 大量的甲丸和宜樣化碳 釋放到大氣層 十足一個計時炸彈 所以氣候變化就像骨牌一樣 當我們觸動第一塊牌的時候 就會引起一連串的反應 影響越來越大 有可能完全無法控制